观众朋友您好 欢迎收看本期的社区焦点 我是主播张月 大芝加哥地区华侨华人 欢送杨国强总领事 容调回国晚宴 1月5号在芝加哥中国 程富丽华酒楼隆重举行 芝加哥地区新老乔团领袖 主流社会嘉宾 各界社区好友近400人出席 在当天的欢送晚宴上 华联会主席胡小军 首先代表大芝加哥地区 华侨华人发言 赞扬杨国强总领事 在芝加哥任期期间 充分展现了大国外交的风度 并与芝加哥地区乔包 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与各社团建立密切联系 当晚杨国强总领事 动情地表示 在芝加哥就任两年多以来 乔包们对祖国的赤子热情 经常让他感动 他与芝加哥地区各界乔包 结下了深厚友谊 今后无论走到哪里 都将奉行外交人员的使命 为祖国人民和世界和平服务 有一种伤感 是因为我们不得不离开 因为我们有一句行话 总领馆和大使馆 任何外交机构 叫铁打的银盘流水的兵 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以后 按照祖国的需要 按照祖国的召唤 我们必须要转移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工作 但是 我向大家保证 我们会每时每刻地 想念你们 我们会祝福你们 晚宴当晚 还有芝加哥著名乔林马森柱 中国科学家工程师 专业人事协会会长倪陈平 芝加哥市长特别代表 芝加哥25区区长苏理事 华部特别活动委员会主席李双震 台湾侨胞代表刘炯林 支撑华商会会长陈伟明 华联会理事长刘宏发表致辞 表达各界友好人士的西别之心 以及新年新春的城市祝愿 晚宴由华联会副主席刘颖斌 和新亚电视主持人张岳担任 若是我们杨总在芝加哥这个日子里头 我们两岸的关系发展可是越来越好了 那是 我跟我爹爹都回安宴老家好几次了 东西好吃吧 那不止 咱们河南还有烧点功夫 晚宴当中还穿插了 精彩的文艺节目表演 有台湾侨胞刘炯林 杜汉堂的对口相声 还有曾经获得清华大学 艺术特长生 声乐最高级别的 伊州理工学院学生 诸葛崇亮 为晚宴献歌助兴 高歌一曲朋友 体现芝加哥侨学各界的心情 与祝福把晚宴气氛推到了最高潮 所以在这里 我也借我们的优秀的歌手 唱出的一句话 朋友 我们的情是一辈子的 请记住我们的友谊 我会想念你们 感谢您收看本期的社区焦点 我们下次节目再见 欢迎订阅